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猜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男孩养了一只水怪 最终放他返回大海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 男主角是一个出生在苏格兰的小孩 他的父亲是一名士兵 在一次作战行动中失踪了 虽然他们家庭富裕 有一栋大别墅还有佣人 不过小男孩过得并不开心 有一天小男孩在海边玩耍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蛋 把他带回了家里 他试着用刀撬开这颗蛋 结果发现蛋里面是一片淡蓝色 还有一只眼睛 没等他看清楚就被母亲叫走了 过段时间他再去看时 发现蛋已经裂开了 浮夸出了一只小怪兽 小怪兽看起来非常可爱 于是男孩偷偷养了起来 不久之后一只军队驻扎在了男孩家附近 并且征用了他们家的别墅 军队驻扎期间 小怪兽还是一如既往的调皮 一天晚上他甚至领着军队的狗 在桌上桌下东奔西窜 把宴会搞得鸡飞狗跳 还好人们的注意力都在狗身上 并没有发现小怪兽 小怪兽跑出来以后 刚好看到了水池里的鱼 就情不自禁地吃光了他们 结果第二天 他的体型就长大了好几倍 小男孩看到怪兽已经长这么大 没法再藏在家里 只能和用人一起 把他送进了湖里 隔了一段时间 男孩再去看小怪兽时 发现他的体型又长大了几倍 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海怪了 海怪见到男孩还是一样的情景 甚至拖着男孩游进了海里 然而男孩和海怪玩耍的画面 被一个士兵看在了眼里 第二天早上军队组织炮击演习 男孩一家人也被邀请参观 男孩到现场才发现 炮击的目标竟然就是那片海水 他担心海怪受伤 急忙阻止 但炮击已经开始 海怪虽然待在湖底没有受伤 但却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从此变得狂暴起来 当天晚上 目击海怪的士兵驾驶着小艇 想趁着夜色猎杀海怪 但是海怪发现了他们 并且发起了攻击 很快小艇就被顶翻 士兵也落入了水里 后来海怪调起了士兵 想要吃掉他 就在这时 男孩察觉到一样赶了过来 他不顾一切的 想要阻止海怪杀人 结果一不小心摔进了湖里 海怪看到男孩遇险 唤起了温和的本性 抛下士兵 把男孩救上了岸 这时竟有一连串的炮弹 落在湖面上 原来刚才士兵遇袭的事情 被军队侦查到了 他们以为是德军发起了攻击 就组织了炮火反击 男孩健壮跳上了海怪的背 想冲出湖泊到大海上去 没想到军队 已经在湖口升起了拦截网 男孩无奈 只能从海怪身上下来 和他告别之后 让他一跃而上 独立跃过了拦截网 后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男孩一家人再次来到湖边 希望能见海怪一面 但湖面一如既往的平静 就在他以为 海怪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候 终于发现 海怪正在大海上游玩 后来海怪注意到了几人 并发出了几声长笑 似乎是在向男孩问好 这个电影用一种朴实的方式 来讲述了男孩的成长 也暗暗控诉着 战争给孩子带来的影响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本期我们讲到的 尼斯湖水怪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